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古典主义 其实古典主义呢 它就是比刚刚新古典主义更遵守这个希腊古典 这个所谓的柏拉图主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风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艺术风格里面 它非常重视结构 非常重视对比 非常重视平衡 然后呢,但是呢 却不那么重视色彩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所谓的结构 或者架构 或者是这个明暗的对比 色调 还有像就像雕像一样 那样子的一个平衡的美是理性的 但是呢,色彩过于丰富 那好像是比较偏感官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典主义 它其实是更严格的去遵守的 OK 那接下来是写实主义 写实主义呢 其实是在哲学上面的叫做realism 它指的是说 它认为在我们的心灵外在有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世界 所以呢,这个世界真实存在 而且它客观存在 所以你看到跟我看到会是一样的这个世界 所以艺术家呢也会充分的在描述 真实,那个时候 真实,世界的真实样貌 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好像太玄秘 大家还记得就是有一幅画叫做十岁吗 像十岁这样子的名画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写实主义 我还记得写实主义里面有一个大师呢 他说 他说 我从来不画天使 因为我没有见过天使 所以他只画这些 他见过的尤其是 这些底层的劳动人民们 OK 所以这就是写实主义非常典型的一个绘画风格 OK 好啊 然后接下来是超现实主义 哦 超现实主义呢 它其实是源自于法国的达达主义 那但是呢 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超现实主义 它其实受到 那个时候欧洲的 佛洛伊的 佛洛伊的精神分析 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大家从描绘意识的东西呢 开始深入到 所谓的潜意识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些东西开始变得跟你看到的真实世界有点不太一样 它开始更深入你的心 就是心理状态这样子 那虽然这个主义它始于法国 但是呢 它是在 我认为它是在拉丁美洲 包括了这个 墨西哥 中美还有南美的一些国家 其实是开花结果的 而且呢 尤其是在女性的这个 艺术家上面 其实更是 看得很清楚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 有一个 艺术家 女性艺术家 叫佛里达卡罗 她就是那个 就是眉毛连在一起的 那个女生艺术家 她身体有很多的病痛 然后她 但是呢 她非常的诚实的 在探索她的 内心状态 潜意识状态 然后 并且把她的感情关系 就透过一些 一些 很奇妙的一些东西把它表达出来 我觉得我建议你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去Google一下 这个艺术家 你可以一看就知道 那另外呢 我个人对于 超写的主义 有一个很大的领会 是因为 马奎斯的百分估计 这是 一部 小说 在那个小说里面呢 她好像写的在 中南美洲那样 这些地方 你会觉得她描述的东西 其实根本在现实是 不会发生的 OK 她很奇怪 但是她写的好像 很平常 很西中平常 好像这些诡异的事情 她们每天都会发生一样 就是把一些很诡异的事情 写得非常的 这个生活化 而不会觉得她很奇怪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卡罗的画作 然后还有百年姑吉 其实都是超写式主义 我觉得非常具有代表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个人也是 非常喜欢超写式主义的 好 然后呢 剩下的我们下一段 好吗